今天的依资国股推介是中移动941 经济日报价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是波动市况之下高息防守股 中移动预料会受市场欢迎 摩根大通认为大中华区电讯公司之中中移动是最具防守性 它的股息率吸引增长能见度高 不可能恢复回购 中移动现金流稳定充沛 足以支持未来增加派息和回购的需要 中移动今年初公布计划回购最多1成H股 即大约20亿股 到现在为止 只在2月期间回购1540万股 下半年回购行动预料会加快 对股价带来支持 中移动未来三年派息比率由去年的60.8% 提升到超过七成 按盘波综合预测 2022年息率8.5厘 到2024年将会突破10厘 中移动未来三年总资本开支会逐步下降 加上行业竞争减少和多行业务收入加快增长 支持盈利维持增长 按盘波综合预测 中移动未来三年盈利年复合增长率是7% 中移动今年以来营造三角形走势 策略上投资可以等候三角形底大约49元或以下买入 短线博反弹投目标是三角形顶大约52元 中长线参考大行给它的平均目标价69元 跌穿五月中的低位47.5元便减持 G&K&K&Ps C&K&K&P C&K&P C&K&P C&K&K&P C&K&P